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MD近日宣布,AMD总裁Victor Ping于2024年8月底正式退休。他在过渡期内将继续在AMD团队中担任顾问角色,直至退休。 AMD之前成功收购FPGAB组厂商赛林斯。据了解,Victor Ping自2023年2月起开始担任AMD总裁,负责自适应,介入室核数据中心,GPU开发以及AI战略规划,包括AI硬体路线图和软体。 对于Victor Ping的贡献,AMD董事长苏兹峰感激之情,易于言表。 Victor Ping在AMD收购塞林斯后重返AMD,在成功整合和扩展AMD的切入事业务,以及领导公司跨公司AI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他的领导下,AMD已成为业界领先的FPGA和自适应运算解决方案提供商。苏兹峰一并祝愿他在退休后的生活中一切顺利。 据悉,AMD决定将其Instegg的数据中心加速器晶片业务的责任,移交给Vancir Bapena。 此前,其在塞林斯担任过各种技术和业务领导职务。 目前,Bapena在AMD的AI集团担任高级副总裁,负责AI软体及生态系统的发展,同时也负责AI硬体的路线图规划。 AMD官方介绍显示,Bapena领导了Vercel和ZwainQ Ultra Scale Plus MP SoC等业界领先产品的开发工作。 在2008年加入Zilinx之前,Bapena曾在Open Silicon以及与他人共同创立的Synesis Technologies负责工程设计管理工作。 Bapena是印度卡哈拉格普尔理工学院优秀毕业生,获得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 并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或电器工程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作为40多篇技术论文的作者和合著者,他已荣获6项设计专利。 此外,自适应核切入士运算机团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Selio Roger将继续领导AMD的切入士业务。 Bapena和Rodge将向AMD董事长苏兹峰汇报工作。 当下,AI晶片之争已日趋白热化。 AMD在加紧推进其Instinct处理器的产品路线, 在前不久台北电脑展上推出了MI325X加速器, 预计将于2024年第四季度上市。 AMD还宣布,将推出基于全新晶片架构的MI350系列, 预计2025年上市,与现有的MI300系列相比。 MI350在AI推理效能上将提高35倍。 此外,AMD透露将在2026年推出基于Next架构的MI400系列。 在生态层面,AMD也在持续发力, 发表了最新的ROCM6开放软体平台, 以进一步驱动创新, 简化AMDAI解决方案的部署, 并释放生成是AI的真正潜力。 在与辉达等对手的竞争中,AMD一直没闲着。 据D-ALEC报道,三星电机7月下旬表示, 它将向AMD提供用于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高效能晶片板。 这是三星电机首次正式确认这笔交易。 之前就有传闻称, 三星电机自2022年以来一直为AMD提供伺服器FCBGA, 可能在其位于釜山、韩国和越南的工厂生产。 报道称,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是指在超高速网络上运行的伺服器数量超过10万台的数据中心。 三星电机的这些高效能晶片板, 指的是倒装晶片球杂阵列FCBGA。 由于对人工智慧和云端服务的高需求, 对这些超级数据中心的高效能晶片板需求正在上升。 三星电机和AMD的数据中心板比传统计算机大10倍, 层数是传统计算机的FCBGA的三倍, 用于容纳、CPU和GPU。 三星电机表示,它解决了桥区问题, 并在晶片安装在电路板上时确保了高粮率。 三星电机是伺服器FCBGA的新来者。 此前,FCBGA市场是一个由日本竞争对手EBDIN和SYNCO DENKI主导的市场。 由于英特尔已经在2020年代出, 与EBDIN和SYNCO DENKI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因此,AMD在确保FCBGA的供应线方面一直面临困难。 与三星电机的合作, 有助于AMD伺服器CPU市场上追赶英特尔。 与此同时,在客户端消费市场领域, 其基于Zen5架构的Ryzen 9000系列处理器脚步也相当大。 然而,AMD却突然宣布, 由于未明确的质量问题,已推迟发表。 AMD表示,它已经撤回了已经向全球零售商和OEM交付的所有Ryzen 9000系列处理器。 更新后的计划,将于8月上旬推出Ryzen 79700X和Ryzen 59600X处理器, 而更高阶的Ryzen 99950X和Ryzen 99900X将推迟到8月中旬。 对于AMD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至少在近年来的历史上是这样。 在最终的处理器检查,风装测试流程中, AMD发现Ryzen 9000系列处理器存在明确的质量问题, 该问题已通过其内部检查流程。 然后,第一波零售产品可能交付有问题的晶片。 AMD表示,出于谨慎考虑, 为了确保没有一颗存在质量问题的晶片交付给客户, 它现在正在撤回所有已在全球范围内发货的Ryzen 9000晶片, 以用新的产品替换它们。 不过,Ryzen AI300行动处理器仍有望在7月底推出。 一位AMD公司代表称, 这个问题不需要重新设计或重新宣传Ryzen 9000系列, 也不会导致各种型号已经定义的规格发生变化。 AMD将重新筛选从现场提取的晶片, 以辨识任何可能存在的问题, 然后将未受影响的型号发送给零售渠道。 这表明并非所有晶片都受到该问题的影响。 AMD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没有客户收到其已出货的第一波Ryzen 9000处理器。 但鉴于其供应链遍布全球,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现在人们确实知道, 至少有两款处理器已经出售给不同国家的客户, 而且有可能还会有更多处理器漏掉。 AMD还召回了已交付给其OEM ODM合作伙伴的样品。 目前尚不清楚预定是否会被取消或延迟, 但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会因零受伤而已。 正如不少人所想象的那样, 审查也会延迟。 AMD不会冒险将有缺陷的产品运送到任何地方。 AMD的另一位代表则表示, 该公司在Ryzen 9000系列处理器的封装测试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可能导致少数产品进入市场, 不符合AMD的质量标准。 AMD特别提到了封装测试过程, 暗示问题出在封装视线上。 然而,AMD拒绝具体说明质量问题的具体性质。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用户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